大家好,我是唐平哥 7月27号,长沙发生了一场造成八人死亡,两人重伤的车祸 各大媒体纷纷讳莫如深 而警方通告也语言不详 到底是故意报复受贿 还是网上所盛传的拆迁纠纷的遗留问题 开发商故人心胸 今天,警察不愿意说的话,我来说 其实,7月21号也就是一个礼拜前 长沙同样发生了一起车祸 也有人把两个事情搞混 但这是两个完全不同性质的事故 我们先看一下两起事故的警方通告 里面就大有玄机 最近一份是长沙市公安局的公告 7月27号凌晨10分 我是开府区岳湖街道发生了一起机动车撞人事件 伤者第一时间送往医院救治 造成8人抢救无效死亡 2人重伤,3人轻伤 犯罪嫌疑人苏某某兰55岁 岳湖街道居民 已被公安机关控制 对比一个礼拜前发生的事故公告 这一份显得极为简单 上一份怎么说的呢 7月21号晚8点47分 一辆车牌为箱ADH7367小轿车 由东往西行驶至路口 等待红绿灯时突然闯红灯 先后撞上行人道上的行人和一辆停在路边的车辆 造成8人受伤 2人重伤 1人伤势较重 5人伤势较轻 目前赵氏之机刘某某 男47岁 无违法犯罪前科 已被控制 排除酒驾独驾 初步核查 刘某辉 细某租赁 网约车驾驶员 其驾驶的网约车ADH7367 记录仪显示 其在等待红绿灯的 同时转身轻女后座视频 导致车辆失控 事故原因 尚在进一步调查中 未必两份公告 不到一个礼拜的时间 你就会发现 有很多一同点 现在这一份 是公安局开的公告 而一个礼拜前 是交警支队 这其实就是一种 隐含的定性 这一次是刑事案件 上一次是交通意外 其次 在最近的这份公告里 他没有明确的去写 车牌号是多少 而上一份 他写了车牌号 这一次 他写的是机动车 上一次明确了 是小轿车 虽然我们知道 看过视频 我确定这次撞的车 是一个白色的小轿车 但是他没有公布车牌号 那最大的区别呢 是这一次 他没有明确说明 事件发生的原因是什么 但是他的定性 是撞人事件 很明显不是意外 但是上一次 他很详细 贴心的给你解释了 这个人是怎么 撞上这个车的 然后这个事件经过 是怎么样子的 他转身 清理后座物品 导致了车辆失控 这是一个偶发的事件 所以你不用惊慌 然后两份公告里造成的后果区别 也很明显 这一次要严重很多 八人死亡 而上一次没有人死亡 但是呢 八人死亡的事件 他反而语言不详 这其实就是恶意事件 和交通意外的区别 造成的杀伤 区别非常大 八人死亡 两人重伤 这就意味着当时的时速极快 甚至是反复的恶意状期 如果我们把最近的 这个长沙的这个事件 和去年1月11号 在广州天河发生的 广州宝马撞人事件对比 当时这个事情也非常的 影响非常大 当时的肇事者 温庆韵 他因为是个年纪很小的小朋友 不满他父母 骂他浪花钱 他就为了发泄个人情绪 驾驶宝马 连续撞击行人和道路设施 蓄意冲撞 并且当时事发是下班高峰期 然后人非常拥挤 造成的死亡是6人死亡 29人受伤 注意 这里的死亡人数 甚至没有长沙最近的 这一次的人数多 尽管因为当时 这个下班高峰期 人流量太大了 所以造成的受伤人数较多 当时广州这个事情发生之后 造势者是车头被护栏卡住了 然后他想下车逃跑 被赶来的警察和群众逮捕 而且现在的话 今年4月19号 这个年轻的小朋友 已经被执行了死刑 所以你对比两个不同的事件 它里面的受害者人数 也基本上可以判断 这是绝对的恶性的报复行为 比如一个礼拜前 他就没有造成具体的人的死亡 虽然他冲向了人群 但是他车速不是极快 他不是那种蓄意的极快的车速 去年宝马这个广州撞人 6人死亡 他就是故意撞上人多的地方 受伤的人多 那这一次呢 8人死亡 已经是恶意满满了 既然确定这是一个恶意刑事案件 那到底是开发商雇凶商人 还是单纯的报复社会 现在大家认可度最高的一种说法 虽然这个事情已经发生两天了 媒体 当地媒体是全部晋升的 没有后续报道 没有记者采访 流传最广的就是开发 开签款 遗留问题 20年前 这个开发商拆当地居民的房子 但是钱没有借清 然后有些人说是 这个开发商偷偷的在晚上施工 这些居民聚集在一起 阻止这个开发商进行开发 然后开发商找了一个泥头车 一个55岁的老末 就产生了这样的恶性行为 但是 我可以100%确定的是 这绝对是假的 绝对不可能是真的 为什么呢 大家可能对开发商强拆 印象非常差 特别是前很多年 房地产好的时候 也产生了很多 因为强拆导致的恶性事件 但是这一次完全不一样 首先 强拆 它的目的是要把人赶走 把房子拆了 他要在这里搞建设 他要盖房 他要卖地 他要赚钱 他是为了钱 然后呢 这些钉字户 挡在开发商赚钱的路上了 所以暴力强拆 但是 如果这一次按照大家的说法 就是有些人的钱没有拿到 是开发商变成了老赖 变成了欠钱房 欠钱房的话 他有这个动机吗 正常情况下 他会躲着债主走 他去雇一个55岁的人 来驾驶一辆泥头车 造成这么大的杀伤 他目的是什么呢 他能把所有的债主都悄无声息地干掉吗 显然不可能 还有一个细节 拥手 他本人就是这里月湖街道的人 即使开发商故人心胸 他也不会找一个人去干自己的邻居 一个人在当地总有亲戚朋友 知道自己的体系 那开发商搞这个事情 就是茅厕里点灯找死 所以网上流传最广的这种说法 我百分之百不行 他把这个几个人干掉了 那他这个钱依然跑不掉 对他来说 百害而无一利 这还是掉脑袋的大罪 所以我在这里 可以给大家排除一个错误的选项 既然不是开发商干的 那么警察为什么不出来 澄清这么多的网络谣言 其实我认为 就是想敲咪咪的 让开发商把这个黑锅背好 因为这样总比恶意报复社会好听一点 既然是恶意报复社会 那他报复的对象 是随机性的 还是有选择的 有看到这个情景的人 当时是一辆白色的轿车 极快的冲向人群 很多人被撞飞 现场一片混乱 物品散落一地 而造势车辆在受到撞击后 四轮朝上 根据我们目前有限的视频来看 确实是这样 现场躺着一个人 很像穿制服的警察 而且按照网上有限的信息 极有可能有交警身亡 加上警方的态度 完全有理由怀疑 这件事情里面 造成杀伤的不单是普通的无辜路人 所以导致了媒体大幅度的压力热度 甚至有人透露 这个警方催促受害者 尽快把这个尸体运过去 运到火葬场 然后火化 他就是要很快的冷处理掉这个事情 死亡的人 有政府人员 有编制的人员 那造成的影响是他们不想看到的 或者说 这种可能带来的模仿效应 是他们想尽力避免的 官方不太怕黑心开发商来背锅 官方也不太怕极端分子撞死民众 但是官方是非常害怕老百姓杀官的 因为大家朴素价值观都知道 中国老百姓逼几眼 违背民不与官斗原则 官方一定有大问题 此前种种报复社会 我党一直就采取了是压制热度的方法 绝对不能引起广泛讨论 就怕有人有样血样 现在这次事件呢 有体制的人遇害 更是如此 以往出现类似的无差别事件 大家都说 别都瞄着弱者啊 别都瞄着小朋友啊 政府大楼都那么明显 现在真出现了 只能是语言不详 控制传播 因为他们真的是害怕 刀战斧 铁锡区 向车战斧升级的节奏 以前有人总喜欢嘲笑 这个美国自由美利坚 枪击每一天 现在突然发现 一辆车的杀伤力 可能不比一支枪更少 心怀恶意 刀枪棍棒 都是凶器 控制人民的菜刀是没有用的 让底层人都能讨到生活才是关键 今年屡次发生这样的事件 55岁左右 然后午夜 这样的一群人 刚过知天命的年纪 他们真的就是这种无敌的状态 吉林商人案 犯罪嫌疑人 崔某某55岁 上海地铁 犯罪嫌疑人 沈某某54岁 苏州商人案件 犯罪嫌疑人 周某某52岁 这一次发生的 王沙苏某某55岁 大量的都是这种 对生活失去了希望 看不到希望 选择了极端的方式 但是舆论管制是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的 这所有的问题根源都是经济问题 而经济问题的本质又是分配问题 以前经济发展快的时候 权贵80% 普通人拿20% 但是经济总量的增速大 会暂时掩盖分配的问题 但当经济下滑的时候 没有分配制度的改变 就造成了大量的普通人难以生存 也导致了在社会大样本下 类似的恶性事件层出不穷 我是唐明哥 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 别忘了点赞订阅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订阅